商台首席戰狼陳志雲指 他並沒有就商台軸牌的問題向當局敲門 又指李慧玲對軸牌不是阻力 他批評李慧玲的指控荒謬完全沒有事實根據 對他的人格造成打擊 要求對方提出確實證據 汪書每個報道 李慧玲指陳志雲曾經跟他講 政府借官司整他 陳志雲在早晨節目上反駁 他有一個目的 是想描述出一幅圖畫 就是我所做的 是為了自己個人的福祉 甚至是扯上了我未完的官司 整上了一些關係 我覺得這個指控是非常嚴重的 我個人個人覺得 這個指控是真的很荒謬的 也是全無事實的根據 是對我很不公平的 也是對我的人格 真的造成一些很嚴重的打擊 甚至是侮辱 我真是心表遺憾 陳志雲多次說不想糾纏細節 但有一點他否認 在我任職商業電台行政總裁的時候 我是沒有接觸過通訊事務管理局 關於族派的事 也沒有敲門的 從來我沒有覺得通訊事務管理局 冷待過我們 因為根本是未開始的 這個程序是未開始的 我可以很清楚地說 李慧玲絕對不是逐排的一個阻力 根本不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我不覺得有人跟我施壓 這個人在這裡 你們就死了 他又叫李慧玲拿出證據 衛玲絕昨天在記者會裏面 他作出的一個指控是很嚴重的 不只是對商業電台 是對香港都是造成很極大的損害的 如果他是有確實的證據 是證明商業電台真的受到政府的打壓 政治的打壓 我都很希望他拿出來 因為這個對香港都比較公道一點 他說為了避免公眾誤解 商台應該出來交代清楚 不單止是跟外間有個交代 我都會建議公司跟內部的同事 就算沒有外間的交代 都要跟內部的同事有個交代 陳志雲又指公司解僱李慧玲的時候 沒有讓他回來撿東西 外交和同事有負面反應 但相信公司有理由才這樣做 有線電視記者黃雪玉報導